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HK 我這傢伙跟大家玩另一隻夢想 白金杯裡面其中一個獎杯需要我們拍二十張照片 這一集就會告訴大家這二十張照片在什麼位置拍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老練的獸人族學者跟他說話 正常來說,他會給我們相機,由於我一早拿到的關係就不能拍給大家看 但正常可以說,他會給你相機 然後他會彈出這些調查,叫我們拍照 一共有二十張照片 這裡先跟大家說,這二十張照片是有前置任務 前置任務就是要跟一個區域裡面的種族做了好朋友才可以解鎖 當然也包括最新的雪山、獸前族也需要 為一共六個種族才可以開始拍照的任務 第一張照片就在古代樹森林,我們去這個17號營地 之後我們的目標就是森林叢龍族的基地 在地圖上顯示也會找到他們 來到這裡之後,他們類似在主動反擊 我們就這樣觀察用具 如何為這張照片合格呢?就是右上角會有一個貓形的圖案 然後我們按R1,就會記錄了我們是否儲存 我們按C,就可以了 就拍了第一張 我們可以看看自己拍的照片 這裡跟大家說一說,其實拍照片是有分等級的 分別有1級、2級和3級 只不過獎勵有不同的 1級的話就是拿40的龍場點,2級的話就是拿3個鋼彈 3級的話就是拿1個古代龍人的瓢 視乎大家想拿什麼獎勵 因為每張照片拿的獎勵都有機會不同的 會有一點改變的 但是如果單純想拿白金的話,就算你有1個貓形也可以的了 第二張照片我們來到森林的6區 這裡有一個達成條件 就是儘量把鏡頭放大然後再拍 就要一隻正面的 就是向其他叢龍族提示的時候 如果你想拿最滿分的話,就要3樣東西都做完 但是如果純粹解像杯的話,隨便一樣做完就可以了 第二張照片我們來到6號區域 在6號區域前往7號區域前 其實這裡可以走上去 我們就走上去 然後轉左邊 這裡有棵樹 我們站在這裡 前面就已經有幾隻貓 我們就立刻拿相機出來 放大它 有一隻已經可以了 那就搞定第二張 如果不見的話,我建議大家拌一拌圖 再進去 大重荒地 再花回來 這樣會比較好 如果在這裡等的話,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LOTOR是最快的 如果大家想穩固一點的話 就最好穿隱形衣裝 即是預防萬一 也好 穿了就不拐 就沒有位 第三張照片 就需要我們拍著 蟲龍族在水上面 怎樣爬艇 最簡單的 我們來到區域9 後面的蟲龍族已經爬艇 我們就拿相機出來 好 笑 那就是搞定第三張照片 當你完成1,2,3號之後 第4號是問號 因為它有解放條件 條件就是 需要完成1,2,3號的調查 即是我們剛剛拍過三張照片 以及需要和這個蟲龍族的好友度 去達到7以上才行 第四張照片我們就選擇 古代樹森林的11號營地出發 然後跳下去 然後向這個6號的區域進發 其實跟剛才第二張照片的位置 幾乎是接近一樣 只不過是一個向左邊 一個向前走 一樣 6去7的這裡 有一條小路 我們上去 按照相機 剛才我們就向左邊 這次我們向前走 這裡是有棵青菇 有幾隻貓就已經在前面 就是這個魚中的球外 錄到最大 笑 那就搞定第四張照片 第五張照片我們就要轉地方 就去這個大蟻寵的荒地 我們選擇15號營地 來到之後這個藍色盒旁邊有一個藩 我們爬上去 裡面有一個洞 其實就是大蟻寵荒地種族的巢穴 我們只要進去拍照就可以了 我們要做的就是拍攝他們拋耳朵的過程 只要留著他們 蹲下拋耳朵 然後拍攝就可以了 拋耳朵 拋耳朵 拍攝 那就搞定了 第六張照片我們需要回去營地 隨便一個營地都可以 但是之前記得 穩定一隻 守護族持盾者跟著我們 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就走回營地 要做的東西是什麼就在這裡等 那隻貓太空就會去搞一個袋子 那張照片主要是想拍什麼 就像現在這樣 我們隻貓在這裡找東西 然後突然很驚訝 會一聲 就是這樣 就拍了 第七張照片我們就需要拍兩隻貓打架 它分別就會出現兩個區域 第一個就是第九區域 另外一個就是第六區域 我現在已經處身在第六區域 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區域九的話 大約是在這個位置 大約這個位置 其實很容易一定會看到 因為我現在好像六區一樣 就是有兩隻 方地守護族 九區一樣 都會顯示這兩隻 看看它在哪個位置就可以了 這次拍照的主要內容就是拍我們打架 第八章我們就需要到六三湖台地 到六三湖台地之後我們就去台地演奏族的住所 找到它們 英雄的內容是拍兩隻貓,同時舉起武器打招呼 完成 到第九張照片,就是心意相通 我們要拍的東西就是騎著東西循復時的狀態 有條件,條件就是要在晴天和下午的時間才會出現 出現的地區分別有兩個,一個是三區,一個是八區 跟剛才的大寵荒地一樣,如果出現的話就會顯示只有兩隻貓 位置也很容易找到,就是這裡 笑,完成 到第十張照片,條件就是要拍兩隻貓正面,而且是他們在練歌的時候 出現的地方就是會在三區、九區和十二區 重點就是一定會晚上才會出現,天理就無關 大家這個要留意 跟之前一樣,只能在地圖找到兩隻貓 而且還有一個黃色的圈圈,閃閃閃閃,就是這樣 搞定 好 小張照片而已,難怪不用浸她 幸虧被保有 manchmal 第二十一張的條件我就要拍一隻貓剝定 他有樣的護盒的空氣會很差 雖然在這裡經常avoir過,但如果很濃烈的話 他們進行很苦的殺人物 所以我們就要拍她剝定了 其實只要在這裡有漲氣的地方就可以了,我現在處身於這個位置就是營地跳到狗區的位置 因為我自己在剪刀,然後就會看到貓剪刀 完成,就拍了 好,第十二張照片我們就需要去他的住所那裡,條件就是找一隻貓在保養他的刀 其實這裡已經顯示了出來,就在這裡,這次去他的家就找到 他的腦袋就是這裡出去 又跳下來,再跳多一下,往左邊走 然後再貼近左邊 然後捲洞過去,再往右邊,就是他們的住所 來到這裡之後,我們直接走到狗區裡面 就會看到有隻貓坐在這裡磨刀 然後拍照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第十三張照片就有點麻煩了,條件就是要拍三隻貓以上 還有,要他們的貓在牆前著牆,就是幫我們綁住牆的時候 區域分別有1區,8區和9區 那怎樣找哪一個區域呢?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很大的三貓族標誌 有這個標誌就代表是那個位置 我們只要過去就可以了 我們正前方這裡就已經看到有一隻三貓族在這裡吹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找一條龍引過去 引過去之後,我們就要找辦法騎上去 然後那些三貓族就要幫我們用牆前著牆 就行了 貓貓在幫忙前著牆 我們就要趕快把這部相機出來拍照 這樣就完成了 第十四張照片就是弱肉強食 分別會在12區或15區出現 條件就是釣魚的時候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晚上 和天氣要下酸魚的時候才會出現 只要我們打開地圖,又好像過往以前 找回我們對應的種族就可以了 一樣有一個黃色的圈圈 來到我們就看到了 好像有魚了 完成了,已經釣了魚了 第十五張我們就轉移地方 去到龍結晶之地 就是去騎面族的家 目標就是要用一隻跳舞的時候的騎面族 我們首先就去八號的營地 來到八區之後,在這個方向位置有一個勾蟲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洞 我們跳下去 再跳多一層 然後向後走 一路滑下去 捲洞 再滑下去 其實這裡只有一條路 去到最盡就是騎面族的基地 要鑽洞鑽過去 整隻已經在跳舞了 笑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整隻騎面族在跳舞 第十六張照片就是軍龍軍龍 條件什麼都沒有 只要是拍著騎面族 丟炸彈那一刻就可以了 做法很簡單 只要我們在戰鬥的時候 一直看著騎面族 你打架吧 拿炸彈 然後拍就完成了 如果在戰鬥的時候 他的戰鬥方式就是拿炸彈槍 去炸彈 只要捲近這個時刻拍照就可以了 不過我就比較危險 我就拿了一條恐怖狼 我建議大家不要 盡量找一些小竹 就會比較安全 來到第十七張照片 平時我們會捲著 翼龍的腳在天鄉到澳場天際 原來騎面族都認識的 我們就要拍去這個奇境 時間方面我們一定要在五間時分 天氣就沒有特定規則 會出現的區域分別就有1區、8區和11區 有3區讓我們去預算 我就在11區遇到 已經看到了 來到之後 其實我們就已經看到一隻騎面族 這隻騎面族都在飛 捲著這隻狼在這裡 哇,好可愛 好可愛 今天拍了一張照片 超可愛的 這隻騎面族好像... 沒有放手 好可愛 這隻騎面族真的在這裡 在練習中 到第十八張照片 我們就需要去到永雙凍土 好,沒有任何條件 出現的區域就是2區或7區 我們要拍什麼呢 就是拍獸前族騎上波波的上面 我自己就在九號區域遇到它 就是這個位置 這樣有一個黃色圈圈 來到遠處都已經看到 獸前族在騎著波波 話說是騎 不過好像在騎著它 像波波在這裡休息 然後那些獸前族在騎著它 為什麼呢 根本在騎著它 在騎著它 你看 在騎著它 然後就要踩到兩腳 你看這獸前族 很頑皮 掉下來,該死 第十九張也沒有任何條件 出現的區域就是六區、十一區或十四區 我們要拍什麼呢 獸前族會用魚叉攻擊 我們就要拍那個指揮者 拍指揮那個人 看到這個標示就可以了 不過有一樣要注意 就是你跟獸前族的好友度 一定要去到三級 才會出現這個環境陷阱 來到之後 他就叫我把大型魔物引過去 其實我們要做的就是等一隻魔物來 又或者引一隻魔物過來 我們不需要騎上去 然後他自己會打龍 接著要做的就是引一隻魔物過去 獸前族開始對地上的魚叉攻擊 這個時候就趕快 因為正在指揮 趕快對著他拍照 這樣就可以了 到最後一張照片就是一事不掛 我們就要拍獸前族 剝了陳皮浸泡溫泉的樣子 區域就在2區或者17區都會遇到 不過天氣和時間就有規定 一定要暴風雪 而且還要是晚上 17區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翼龍過去 我們由1號行李出發 然後走左邊 來到2號的區域 這裡會有幾隻翼龍在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用飛翔爪攻擊一下 之後就有一個圓形鍵給我們按 我們按圓形鍵上去 然後他就會帶我們到神秘的17區 記得不要殺他 用飛翔爪攻擊一下按圓形鍵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不要走那麼近 因為如果走太近的話 他就會立刻躲在溫泉裡面 到時候拍攝就可能有點困難 看到了 去脫皮了 就可以拍攝了 再交貨 最後一張照片 完成了20張照片 就拿了這個獎盃 一流的觀察紀錄師 記得出來之後再跟他說話 因為每一個區域都會有一個玩具 完成了20張照片之後 就會拿到一張天之錄銀票 這次20張照片的收集流程攻略 就來到這裡 喜歡給我按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網上還有最新的資訊 或者攻略都要拍片給大家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